好 在剛剛上一段我們有特別提到這個AI股 在最近是有漲多 那麼出現了震盪這樣的情況 請教呂副總 在最近呢 軍工相關的這個題材很多 那麼有沒有比較低基期 又有題材的軍工股可以開始做 我先講八月的大方向 因為AI歷經這段時間上漲 到最近大方跌宕起伏 甚至有人開始談他會泡沫 可是資金還是很寬鬆 所以資金就開始做了一個聯動 那聯動自然會找那個有基本面 也有低基期的 那以這個標準來看 我覺得軍工航太是可以留意 為什麼 因為他今年的行情 在上半年是三月到五月 其實已經整整休息兩個月了 他股價下來 籌碼也就相對安定 而且不能忘了 這個國際的整個大環境 對這個軍工航太是一個有助長的效應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新聞 簡單而言在我們旁邊很不平靜 就是以美澳為首 有一個聯合的軍演 那美國帶領其他 包含日本在內的幾個先進國家 也開始在做這個戰備的演習 那美韓日也有這個導彈的防禦演習 這是我們所看到以美國為首帶領日本跟西方 這是一條亞太所謂的第一島鏈 從最北邊的日韓中間的臺灣到南邊的菲律賓 澳洲 但是你也不能忘了這裡有幾個美國視為死敵的 這邊是北韓 那這邊是俄羅斯 這邊是中國 所以這三個似乎就有結盟起來 他們也在做一些相關的軍演 更多的軍演合作 那最明顯我覺得反映在日本 各位如果有在看國際的軍事新聞 今年以來日本幾乎周邊都有出現過 中國或俄羅斯的相關的這些軍事武裝 船艦 飛機什麼等等 所以整個大的觀念 我想有了就是說 在亞太我們所處的這個第一島鏈 目前是有兩個陣營 在不斷的整軍金武 在做軍備 然後在面對這整個一個情勢 那在這個題材底下我覺得以至少以今年來看 從北邊日本 我們上次節目談到 他大漲三十三年新高 其中有一塊就是國防軍工 以三林中工為首 那臺灣三月到五月也漲了一段 甚至我覺得非常讓我訝異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挪威同學 挪威其實北歐國家 他們世外討異 他很保守 結果挪威的主權基金 竟然來買了臺灣的這個全訓跟漢翔 那這個就對我來講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連這個先進國家 我們認為世外桃園最保守的國家主權基金 他都來買我們的軍工指標股 這代表什麼 這個題材恐怕不是一時半刻 他會是一個我剛才提到 整個亞太第一島鏈對峙 他衍生出來一個助長的效應 我是這樣去理解挪威主權基金 對我們兩檔軍工指標股的一個佈局 那這個是大結構 我們來看短期的題目 我認為兩個東西 一個是拜登總統 第一次動用了總統不款權提供臺灣軍事援助 另外一個就九月即將要召開的 這個國國際的航太展 我先解釋一下這個PDA 總統不款權他怎麼跑出來 跟俄物戰爭有關 因為打了五百多天 美國一直供應武器給烏克蘭 結果他庫存用完了 他現在跟你講說 我庫存要補充至少要三年 結果國會議員有挺臺力 他就說不對啊 那臺灣你有事 你怎麼去救援臺灣 那你可以救嗎 來得及救嗎 你要救你有沒有武器 好 國會一直施壓 拜登就想了一招 說我要用預算 正常臺灣關係法 那些授權有點慢 緩不及及 我乾脆動用總統的撥款權 就是我講的PDA 那這次折合臺幣大概一百零八億 那分成大概五年的時間 陸續來撥付 那看起來你把它分散到五年 似乎那個金額沒有很高 可是重點他是一個指標意涵 代表什麼 美國在繼烏克蘭之後 有強烈挺臺護臺的一個決心 而且總統的高度他出面 所以自然這個題材 在軍工股他沉澱了兩個月 籌碼安定 他就在七月 這是七月底 因為大概幾天前的消息 他就往上了 我看到那個州 KD 都是明顯有底部往上走 那再過來就九月 這個臺北的國際航太展 目前已經有幾個國家 宣佈要這邊有展館要參展 所以眼前來看 至少總統撥款權跟航太展 對國防軍工是有一個支撐的 再過來就是大家可能不曉得 臺灣的飛彈密度是有實力的 在全球僅次於以色列 竟然是全球第二 對 僅次於以色列 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 我們這個短程中程跟長程 是一程一程形成防空網 那邏輯上就是解放軍的這個軍備 如果一旦進來我方會採取不對稱 那不對稱就是各種距離的飛彈 可是這個飛彈裡面 比如說你要發射 你這底下有設備 然後你要定毛 毛定 你不能射錯 要準確 那等等 那這些我們都有相關的 所謂飛彈概念股 在這裡面都有連動 這是另外一個飛彈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 但事實上就是在今年上半年 飛彈概念的股票漲了一輪 是跟這個不對稱狀是連結 再來我們必須說 在五百多天的二物戰爭裡面 最火紅的武器就是無人機 因為他也是一個不對稱的概念 那麼去年在嘉義 臺灣正式成立了 所謂的無人機園區 無人機的國家隊 包含無人的潛艦 為什麼 這不會有人命的傷亡 可是他本身是一個攻擊性的武器 所以自然在無人機 跟無人艦艇 也是有一些相關的概念股 在這邊都值得來做追蹤 最後我要拉開除了軍用以外 還有一個民用的 他連結在一起 就是航太這個東西 那這裡面有不少都是我要去拜訪的 這個相關的客戶什麼等等 我發現他們其實還蠻有底蘊的 首先先看民用的部分 因為波音他創的新高 那另外一個大咖就是空八 臺灣以中部為首 這些所謂航太工業是很優秀的 他兩邊廠商他都有接到相關的一個訂單 所以隨著疫情解封走向正常化 這個會帶動民用上面的商機 那軍用的部分 我以洛克系的馬丁為例 他在這個戰鬥機的改裝 本土有廠可以改裝 唯一一個海外授權場就在臺灣 所以如果有一些國家 他不想去購買新的戰鬥機 他要把原來的戰鬥機去做改裝 大概除了洛克系馬本身以外 就是找上臺灣的漢翔 所以以他為指標 這個天上飛的軍用的 也是另外一個值得我們追蹤的脈絡 至少在九月會展之前 我覺得這個族群是大家可以來做追蹤的 以上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注的是彭博報導說 臺幣在本季會成為最弱的亞幣 會不會也影響到臺股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瞭解